Annyeonghaseyo 我们九尾的新车介绍又回来了 那大家听到我用这个韩语来问后应该猜得到我今天带大家看的新车是从哪里来的吧 没有错 是从韩国来而且这回还做了一点gym 健身了强壮了一点点 它就是 最新的 Hyundai Kona Turbo 这回这个Kona Turbo在我国是备有两种车型那在我身旁的是这个比较运动化的N-line版本也算是顶级车型了 我们先来看看外形在外形上呢其实这一回这个Kona Turbo它属于小排款车型 所以Kona它其实最招牌的就是它的这个分离式的日行的头等组设计 那小排款依旧保留了这个精髓但是 原厂是有为这个日行灯重新设计过更加的锐利了 然后下方的这个头灯组呢也是整个redesign过 采用了一个巨阵式的LED配置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好看了 这个日行灯其实让我想起了Ironman钢铁侠的眼睛 还有就是这个水箱护罩呢也是稍微进行重新设计过了 还采用了一个立体式的这个格栅设计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水箱护罩是更加的时髦更加的窘窘有神的 你觉得呢 那我身旁的这个N-Line版本其实在水箱护罩部分呢和普通版的这个车型也是有一点点不同 那就是普通版它的这个厂徽是在上方的 而这个N-Line版本呢则是继续留在这边 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上方还有这个和 改款前的车型一样的这个三个 所谓的进气口设计啦可是真的是设计而已因为 全部都是盖是假的 那这个N-Line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除了下方有这个比较运动化的前存以外呢 两侧这边呢它是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进气口设计的 导风啦导风还有散热的功能 车车和车尾的设计呢基本上是大致相同啦但是这个小改款的 Kona呢它在尾灯组设计上它的这个细节部分还是稍有不同的 像是这个就采用了一个全新的LED灯条 然后下方的这个灯组呢它是一个reverse light配上这个方向灯的设置啦 那也是重新设计过整体是看起来更加的时髦的 那这个N-Line版本呢它还有一个不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 扰流器设计是更加的夸张更加的大型的就也是一个 运动化的那个气息啦 OK这台车它的这个尾门是手动打开的没有电动尾门的配置 那打开这个尾箱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看起来还蛮工整的这个尾箱空间啦 它的尾箱容量是374公升 那我对数字是不敏感啦可是我觉得这一个 容积看起来 应付一般的这个需求是OK的 那我还注意到这个N-Line版本呢它采用了一个 单边双出的 镀铬尾管 装饰了就看起来 也是一个更运动化的一个点缀 那打开一下它的这个下方的护板下方 它其实有一个 备胎的空间啦但是我国版本的这个KORNA TURBO呢并没有给 一个备胎 而是给你一个SPARE DIET KIT而已 我国的这个KORNA TURBO呢采用的是一个18寸轮圈的配置啦那在我身旁的这个N-Line版本它的设计也是有所不同 至于采用的轮胎是一个continental的 PREMIUM CONTACT 6 尺寸为235 45 R18 引擎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看这台车的重点 因为这个涡轮版的小鲜肉这回就搭载了 Hyundai最新的 1.6公升Smart Stream TGDI涡轮质压引擎 那这个改款版呢这回还导入了CVVD 连续可变气门正式技术 让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进一步提升到190.8ps的境界 比起改款前是多了一个21ps那么多 至于风轮扭力呢则是维持在265Nm 并搭配7速的这个第2代Smart Stream 双离合变速箱 0.0加速也一样维持在7.7秒 这个成绩基本上不管是输出也好还是加速表现都好 都算是同级最强了 连Proton X50都要进它3分 在内装方面呢虽然这个整个Dashboard看起来和这个改款前是差不多的 但是其实是有一点点细节上的改变首先中间的这个 排档杆这个地方呢它就进行加高了 我本来以为这边是一个植物空间啊但是 原来只是一个设计吧 改款前的那个手刹呢在这个最新的KORNA 所有车型身上了都换成了电子手刹的配置然后还有auto hold的功能 那这边就多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植物格可以放更多的东西 再来就是这台车全车是有3个USB的插槽 两个是拿来充电的一个呢是拿来连接主机的 但是幸好的是 这个KORNA TURBO呢它这边还多了一个无线 手机充电插座 OK啦就至少还够用啦 这台车的内装值以这个等级来说其实还相当的不错 首先方向盘的手感很好 至于中控台部分呢中间的地方是一个soft plastic 但是上半部和下半部则是硬塑胶 至于在门板部分呢上半部是一个硬塑胶但是你所靠得到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软塑胶来的 讲到植物空间我们顺便讲一讲这台车的这个杯架啦 它全车它是宣称有4个杯架但是我在仔细看过后啦 前面有两个这个杯架 后面有两个杯架但是 车门呢各有一个可以放水瓶的这个杯架啦 所以全车算到来其实是有8个可以放 饮料的地方 那我注意到的是这台车这边哦它是有这个氛围灯 设计还蛮漂亮的 这个应该是这个N-Line 或者是Turbo bumper才有的 不过我最喜欢的改变还是前方的这个仪表盘变成了一个 10.25寸的全夜景显示而且它的这个 界面设计看起来还蛮漂亮的 上方还有这个抬头的显示器 再来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悬浮式主机呢也从改款前的7寸 变成了一个8寸的设计 但是并不是国外版的那个10.25寸的full face 看起来没有那么漂亮啦但是该有的功能都有 包括这个Apple CarPlay以及Android Auto手机互联工的而且 这一回它还升级成了无线操作就是说不需要wire的 接下来就讲这个座椅好了 我国的这个Corna Turbo呢采用的是一个皮革座椅的材质但是 这个N-Line版呢它还夺了这个 被称为Suite也就是反毛皮的材质啦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运动化的 它还有这个红色的缝线处理 除了这个红色缝线以外 N-Line版本呢我也注意到它在一些细节上呢 这个原本的应该是镀铬四条的 设计呢在这台车身上是变成红色 包括这个排档杆它有一个And的logo 整体看起来是更加的运动化的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Turbo板它的这个前方的座椅呢 四季座是有10项的电动调整的但是副驾是一个手动的配置 但是来到N-Line身上呢这个副驾驶也是有电动调整 它是一个8项的电动调整 而且这个N-Line版本它的座椅还有通风和加热的功能 来到后座部分呢首先我觉得这台车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啊在后座方面是一个 就蛮标准的一个B segment精品crossover的这个表现 空间感来说是OK的 那腿部空间呢 以我这个168cm的身高来说我是觉得 以同级来讲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啦 但头部空间就还OK 但是这台车的这个座椅设计我就注意到它的高度相当的充足 能够很好的支撑到我的这个小腿 还有这个大腿啦大腿方面它这个以电的长度也是 相当的足够的 我相信做长途的话它这个设计的应该 做起来不会那么累包括这个椅背的设计呢它的这个支撑也是相当的到位的 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椅背呢不能进行调整它是fixed的 那讲到这个椅背呢它其实是支援这个64 放下倾倒的这个功能的所以在空间的应用性上是更加的灵活 但是我注意到的是这台车 有点蛮可惜的就是它没有这个后座空调出风口的设计 有点可惜 在安全配备方面这一回这个Turbo版的Kona呢它多了5个4Bm Reminder 相比起NA版只有4G做有 其余像是6个气囊ABS ESC这些全部通通都有 还有包括斜波起步辅助以及突破缓降功能 但是最good的还是这台车全系标配了Smart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而且是完整版 包括拥有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而至于今天的主角也是Turbo版呢它还多了主动式定速巡航的功能 在全方碰撞预警系统方面相比起NA版只有车辆还有行人侦测的功能呢 这个Turbo版还多了能够侦测到脚车骑士的功能 这一方面我可以说Hinday算是诚意十足 那完整的功能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列表 全新的KORNA Turbo在我国的售价分别是146,888令吉 以及156,888令吉 那这个是上路价格不刨破保险 然后是豁免了50%的SST以后的价格 那因为这台车是CBU车型 所以只50%而已 所有的KORNA Turbo都可享有由Hinday Malaysia所提供的 5年或者是30万公里的一个warranty 以及免费的3年或5万公里的保养配套 那这个Turbo版的KORNA相比起 Full Spec的NA版本呢是贵了一个1万令吉 性能多了那么多,配备也多了那么多 我是觉得还蛮值得的 那这个N-Line版本相比起普通的Turbo版 又是贵了一个1万令吉 但在整体的这个配备上还会在 更上一层楼 所以我是觉得最值得拿的其实是 这个N-Line版本 但无论如何大家觉得 15万多的一个价钱买这台车如何呢 我觉得主要是看你怎样吃香 你可以当它是一台B-Segment的SUV 但换一个角度去想的话呢 15万上下的这个价侃 你在这个市场上还能买到任何一台 马力接近200匹的新车吗 好像没有 Anyway,欢迎你在下方踊跃发表你的看法 好啦,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支影片也是手结束了 喜欢这支影片 喜欢这台车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是分享出去 以及 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希望接下来我们还可以为大家 带来更多这个新车的影片 介绍也好 试驾也好 大家就敬请留守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咯 大家 stay saf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